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故人甲醇 另于问之 李白 青天有月 来几时 我尽挺悲 一问之 人攀明月 不可得 月行却 与人相随 角如飞镜 灵丹雀 绿烟灭尽 千辉发 但见消从海上来 宁只小夏 云尖末 我 白兔岛 不见古时月 不见古时月 今月藏经 照 古人 青天上的明月 是什么时候升起的 我现在停下酒杯 想问一问 人追拍明月 永远不能做到 月亮行走 却与人紧紧相随 明月皎洁 如明镜飞上天空 映照着宫殿 遮蔽月亮的云雾 消散殆尽 悠悠月光 尽情挥洒出 清冷的光辉 人们知道 这月亮晚上 从海上升起 又是否知道 它早晨也从这云间消失 月亮里白兔岛 要自求而春 嫦娥孤单的 在月宫住着 又有谁与它相伴 现在的人 见不到古时的月亮 现在的月 却曾经照耀过古人 古人 以惊人 如流水般 只是匆匆过客 共同看到的月亮 都是如此 只希望对着酒杯 放歌之时 月光能长久地 照在金杯里 把酒问月这诗题 就是作者绝妙的 自我造像 那飘逸浪漫的风神 为哲仙人方能有之 提下原著 故人甲醇 令予温知 彼不自问 而令予温知 一种风流 自赏之意 以语言表 悠悠万事 明月的存在 对于人间 是一个魅人的宇宙之谜 青天有越来几时的 披头疑问 对那无限时空里的奇迹 大有神网 女名或骄斥之感 问句先出 继而具体写 其人神网的情态 这情态 从把酒停杯的动作见出 它使人感到 那突如其来的疑问 分明带有几分醉意 从而被有诗味 青天有越 来几时 我经停杯一问之 诗人停杯名思 带着些许醉意 仰王万里苍穹 提出疑问 这亘古如斯的一轮明月 究竟是从何时就有的呢 人拍明月不可得 月行却与人相随 有此以来 有多少人 想要飞升到月宫中 以求长生不老 但都没能实现 而明月却依旧 用万里青灰 普照人间 伴随着世世代代 繁衍生息的人们 较如飞敬明 抖音